这只恶霸犬最近迷上了游泳 成天和鸭子私混在一起 这让农场的主人非常的担忧 小狗名叫蒙奇 被主人带到农场后 开始喜欢和鸭子待在一起 鸭子下水游泳 他也跟着鸭子一起到池塘里游 起初农场主也不觉得有问题 天气热了让小狗到水里游一会儿游 也没什么事 但主人渐渐发现 蒙奇似乎把自己当成了鸭子 鸭子到哪里他就待在哪里 在水里一待就是两三个小时 主人很担心蒙奇长时间游泳会脱离 在水里遇到危险 主人想要呼唤蒙奇上岸 但蒙奇此刻眼里只有鸭子 根本不理会主人的呼唤 这让他的主人越来越担忧 今天蒙奇已经在水里待了三个小时了 主人担心自己的宠物 拿了一根钓鱼竿 绑上一块肉想要吸引他上岸 结果完全被无视 鸭子非常害怕蒙奇 对于紧跟在身后的蒙奇 他们只能拼命地游泳躲避追赶 水里待不下去了就跑上岸 但蒙奇就像一块吸铁石一样 追着鸭子不放 哪怕他追到了也不伤害鸭子 主人实在看不下去了 只能下水把蒙奇强行捞上岸 如果不阻止这场追逐战 他们将会一直进行下去 主人马上给他弄了一些吃的补充体力 顺便给被追赶的鸭子弄了一些饲料 不过还没休息一会儿 听到鸭子叫的蒙奇又跑了出去 鸭子们被吓得只能又跑到池塘里 以前没有蒙奇在的时候 鸭子还能在岸边吃一点青草 现在只能整天泡在池塘里 蒙奇似乎对鸭子非常狂热 以前泡在水里晚几个小时就上岸 现在哪怕在下雨天也不上岸 甚至到了晚上 他依旧泡在水里追赶鸭子 像极了一只牧羊犬 为农场主看家护院的样子 只是他的对象是一群鸭子 为了改掉蒙奇的坏毛病 这天农场主把鸭子赶进了大棚关了起来 蒙奇脱离束缚后 立马跑到池塘寻找鸭子 游了一圈发现没有鸭子 他有点迷茫了 不过鸭子的叫声还是被他听到了 蒙奇跑到大棚的一角探头发现了鸭子 他强行扒开了大棚的门角 又将鸭子赶出了大棚赶进了池塘里 无奈 主人只能将他强行拉上岸给拴了起来 今天主人请了一位宠物专家来改造蒙奇 专家表示蒙奇的身体结构非常合适游泳 想要改变蒙奇的这种怪比 首先要让他感到害怕 他们弄来了一辆遥控玩具船 在蒙奇追赶鸭子的时候 让船去追赶蒙奇 结果还真有效 蒙奇看到遥控船后 似乎很害怕被碾上岸 不敢再下池塘了 专家表示这个时候小狗的精力还很旺盛 还要让他再参与一些活动 主人根据专家的建议 将蒙奇带到了一片潜水池子中 并且放了两个假鸭子 让蒙奇尽情地玩耍 在这里他不用担心蒙奇会遇到危险 从此蒙奇的这个坏习惯终于被改变 主人表示自己再也不用担心蒙奇会遇到危险 自己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干其他事情了 不知道养宠物的朋友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 这期视频到此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